测试测试看一下嗯好理论上那个我这边看起来应该是 ok 假如线上有呃 假如线上有人看到的话 你们可以留个言一下 让我确定这目前的直播部分是顺畅的 因为这次我特别更改了一下设定 但是不确定他那个设定会影响的状态怎么样 所以顺便来做个测试看看 哈喽夜跑的人哈哈吃到吧 伤悲 太险没错 我看到憨怒了 哈喽哈喽 哈喽 那嗯目前看起来他的状况还是ok 这样就太棒了 因为呃我这一次在设定上我有做一些调整 就是他原本有一般延遲 低延遲跟超低延遲 然後因為上一次在使用有線連結之後 他的那個低延遲都會變得非常的順暢 所以我就嘗試把它變成超低延遲 那看看這樣子的狀態是不是會比較好一點 Hello 我看到KIMI 阿嵐 感覺這一次似乎只要有線連結的情況下 似乎好像超低延遲的部分也OK 但是他超低延遲的一個缺點就是 只要網路上一定要有中斷 他就會直接中斷了 因為低延遲他就是有一個buffer 就是你流量到那邊然後你只要斷掉 他可以繼續留後面再接這樣 所以我就試試看今天使用超低延遲的方式 然後理論上他的那個時間 跟各位你們看到的時間會算是蠻接近的吧 所以變成說大家的留言我看到會更加清楚 更加即時應該說更加即時 好那行我現在就稍等一下 我現在就給他記錄一下 ちょっと待って 那個軟體在哪裡 嗨 OK 好 然後這邊 然後再切回來 OK 好 那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7號 算是在2023年的最後一次直播了 對沒錯 呵呵呵 那 我是Akida 歡迎收看ACS Motor Talk 這次在中文頻道中唯一專業討論騎身技巧 以及車輛科技的頻道 那今天我們來帶給大家兩個主題 其實還蠻有趣的 呵呵 第一個主題反而是四輪的主題 但是因為我真的覺得 嗯 作者他非常的有創意 以及 呃應該說以及他的這個設定也蠻有意思的 就是基本上這個設定算是呃 然後以前應該沒有人是這樣子的搞過 所以就覺得蠻有趣的 就把它抓起來跟大家聊一聊一下 然後第二個主題會討論在越野的轉向分析的這個部分 因為越野的轉向跟柏佑的不一樣 雖然大家可能覺得說啊好像跟以前講的差不多 但是這次我們要探討的是 在越野中你的車輛轉彎不一定只是照著原本的路線 有沒有可能做出那種最短路線 然後最小的回旋 卻可以做到最快的一個處罰的 應該講最快的一個切過彎的方式 在道路中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你的離心力啊 你的抓地力都是固定的嘛 但是在越野中他卻也可以實現這一點 那這一點是怎麼實現的呢 所以這個今天就會跟大家再討論的這一塊 然後今天就是因為那個上課之後 跟那個朋友在討論一下下 所以時間就完了半個小時 大家就不好意思 但是應該不會得拖那麼久了 所以我把結束的時間一樣設定在10點的時間 就變成今天比較短一點點跟大家聊一聊就好了 那在首先帶給大家第一個主題 就是MMG的這個理論 那當然啦 我其實雖然講MMG的理論 但不是要來跟大家完全探討這個 呃他的呃全部都在探討原理的部分 其實也等於算是帶一些 呃帶一些這個作品 在那時候剛開始了解到他的時候 覺得蠻有趣的一些設定 以及簡單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他作品中有一些疑問的部分 就我會覺得有點怪的地方 就拿來跟大家聊一聊 那當然啦 呃這個作品也蠻有趣的一點 就是因為他是延續以前在頭文字滴的部分 所以結果講真 他很好玩的就是假如是那個早期應該講 對早期對算早期的 以前看頭無字滴的朋友的 他們會能夠繼續接受下來 然後新的朋友呢 也因為他們有新的一些車輛啊 等等的一些設定 會吸納到新的群眾 所以有時候這種呃老作品 再繼續翻新再巨蟹下一作 呃應該說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但是這個投資卻很難說 因為有些作品他們銜接的不好的話 變成老的也覺得安妮爛掉了 新的也覺得怎麼那麼老 沒興趣看 所以MAG這一塊呢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他很巧妙的把原本的想法 然後套用到目前的狀況 甚至他設定未來二三十年後的 呃那個發展更過 呃跟跟跟一些變化 然後再回頭來跟大家說 哦這在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呃這部作品 假如說對那個呃以前我看過同志滴 或者對於車輛 呃應該說會有興趣 但是他他不一樣哦 因為像另外一個做呃應該說 賽車的作品其實通常會有幾個狀態 就是第一種就是完全理論型的賽車作品 就很像那種呃那個呃那個什麼 那種那種什麼主角啊一定是富貴出身的啊 然後超有錢公子哥啊 每天開超跑啊這樣那種 每天跑趴那一類 那種是理論型的那個呃故事 然後那種故事呢我這麼說 雖然是理論型哦 但是卻是最多觀眾最愛看的 因為很多人都很喜歡那種看那個 哎理論的公主跟王子出現在故事中 但是也因為這種故事呢呃發生了一個窘境 就是會以前這類的故事很多嘛 所以會導致人家都認為說 哇那個賽車的都很有錢啊 都是公子的哥家啊 然後所以這個很好玩 就像我以前說過呃後來一次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騎我那個呃老豪邁 這那個那個以前的各位知道那個霹靂豪邁 這那個霹靂都會游來游去那個 那時候我騎出去然後跟大家集合要準備出發 然後那時候我朋友看到就想說 哎你怎麼會騎這個車我覺得你應該出門都是騎重機的啊 我跟他說嗯沒有這這個不是電影 這是真實 所以啊各位要記得就是 當你們看了一個賽車手 他假如很有錢的話請不要懷疑他絕對不是因為賽車賺來的錢 他就是不管賽不管有沒有賽車他都很有錢 只是他剛好有興趣來這邊玩而已 所以所以這個我相信在這邊聽直播的大作數都知道了 但是只要後續有人可能會聽到一些呃 呃應該講後面再補進到這個呃影片的啊或者呃直播的啊 就呃可能會發現到哦好跟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我真的要跟各位說呃賽車的世界其實跟呃很多外面的一般想像的不同 就是首先賽車並沒有高額的獎金 各位千萬千萬要記得 所謂的高額獎金只有在最頂級的賽事 就是呃不管像MOTO GPR WSBK等等那一類 其他小型的賽事幾乎是沒有獎金可言喔 包括像呃一些呃當地賽就是甚至他們呃應該講 一樣了大家看台灣的就知道嘛對不對 你你你你你跑TSS冠軍除了有贊助廠商 會贊助東西出來給你的時候 假如沒有贊助廠商大家也都是沒獎金啊 所以只是讓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呃 把那個賽車美好的夢喔就是回到現實面 所以通常會跟大家說假如你們 真的有興趣要了解賽車的話 呃因為摩車的作品真的太少了 所以會推薦大家 假如你真的真的真的很想了解 真正賽車的環境是怎麼樣的話 以及賽車的這些人的心理是怎麼樣 我非常推薦各位看一片就是呃 那個Ford VS Ferrari 這是之前的電影的應該是去年了吧 我忘了也是去年還是前年啊 Ford VS Ferrari 中文叫 我每次都會忘記中文字 啊 賽道狂人 對賽道狂人 好沒記錯OK 對Ford VS Ferrari這個作品 他呃會得到那麼大的回響 就是因為其實他不只是受到呃 那個一幫觀眾的喜好 也真的深得真正在這個車界裡面的人 他們的感受 因為呃真正他們真正有接觸到這些的啊 他們都會知道說對裡面的故事是非常真實的 無論是對那個呃車手角色的描述 或者是對改裝車廠那個Sherby他的描述 等等這些都是在真實生活中出來 而且當然他也是真實改編嘛 所以呃我覺得像這種影片 他才能夠真正讓你知道真正的賽車是什麼樣 那當然Initial D裡面有點呃過度美化了 就是有點像那個什麼什麼高橋良界啊 對這有錢公子哥啊然後來賽車等等 那MVG這一塊呢 當然他把整個故事往後拉拉到他們的下一代 所以呃當然這個會有點 嗯應該說這個作品會有點完美 所以我還是要曾跟各位講 呃當作你們當作欣賞片是可以 但是假如你們當作哎呃要賽車真正的世界 就這樣就是呃很輕鬆就可以幹贏這些的話 其實我我得說那是很困難的 因為講正在這個故事中你要像那個 呃你要像那個主角這樣 把所有的超跑都開始一個一個超過去到前面班 其實這種想法有點像是什麼 有點像是呃你找那個呃應該說想像成你找 你找那個呃Perdosa 你找那Danny Perdosa 然後來台灣騎R3把一堆R6幹掉 類似這樣的感覺啦對對對類似這樣 所以你就覺得說哇他是暗屌欸 其實不是是Danny Perdosa暗屌對 所以其實在呃MNG裡面 當然啦他把主角的設定 本來就是設定成那個Danny Perdosa 這種等級的人物 但是只是他的設定是他可能還沒去呃 呃應該講還沒像Perdosa那麼出名 所以呃一開始人家可能還不再知道 這是所謂的隱藏人物這種呃設定啦 所以呃他的故事的話其實還是得要讓大家知道 對有娛樂性但是呃不要玩 完全當做真實全部都是這樣子的 OK好那我們再來呃繼續看一看 就是在這部作品中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呃他的設因為他的設定是在二三十年後的未來 那各位也知道其實呃不只是台灣 因為台灣有規定好像他們的目標是 2030年之後就禁售燃油車嘛 就全部都要電動車嘛 那當然呃歐盟也有相關的規定 呃我當然這麼說啦 關於那個電動車燃油車這個議題 指指今天其實也很直白的講過假議題這件事 但是我今天就不探討了 在在前面的有講過 有興趣的人自己再回去聽 哦反正就是他的設定是 到到當時已經是全部是電動車了 然後呃還有一群人他們還是對燃油車以一股熱忱 所以他們就會用這些所謂的這些燃油車在跑 那當然在那個年代的設定中 這些燃油車幾乎已經是 嗯應該對大多數人來講叫老車了 因為呃畢竟停產了 呃這是不准賣了吧 不准賣他們就沒辦法再生產 等於是拿當下的那些來跑 所以其實假如你要把這個作品喔 想像的比較貼切現在的生活 現今的時代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有一場比賽呢 全部都只限定二行程車下去跑 來各位有感覺了吧 呵呵呵呵 對所有的比賽就只准二行程的摩托車在跑 那那就是跟這個這個作品設定一樣的東西 然後在那個二行程裡面 就是假設每個人都超屌超屌騎個什麼 那種什麼不管是什麼 HONNA 什麼什麼 欸HONNA什麼TG250啊 或YAMAHA TG250 APRIA也有啊這樣 然後突然一個人騎著那個大兜風來 把全部人幹完一輪這樣 你就想像成像這樣的故事 就可以了解了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 這個故事設定是在二三十年後的未來 所以 它的那個裡面的架構 會跟我們現今的狀態有點不一樣 那當然 在這裡面我覺得其實這個作品 有點奇怪的地方就是 各位思考一下 這個主角 它是從什麼說什麼英國什麼皇家什麼駕駛學那個東西出來的嘛 但是蠻有趣的就是 假設當這個時代已經是停止掉燃油車 全部都賣電動車的時候 那個時候勢必代表一件事情 勢必代表全世界的比賽 正規比賽 然後不要講這種比賽 這是假設像全世界那種比賽 你也可以想像 到時候MOTO GP可能就變成MOTO 1了 完全是MOTO 1了 沒有那個 沒有MOTO了 對對對這樣 然後我看 KIMI有說什麼 最近有一部動畫叫做《競速Overtake》 啊對 《競速Overtake》有 然後有探討到車手 面臨受傷心境 小車對面前換輪胎 贊助商 因為一些事件就結束合約等等寫實的橋段 這部非常好看 推 沒錯 其實我可以跟KIMI講一樣的話 就是因為這部我也看了 而且前幾天剛完結 上禮拜 上禮拜 我有在追 就是 那個什麼 我記得它是那個什麼 巴哈姆的動畫風 就是它裡面有嘛 有整套的嘛 然後那個 對沒錯 我平常有時候我也在看動畫的 然後 那它不是有那個什麼 付費 就是好像一個月只是9塊 然後它就跳掉那個廣告嗎 因為以前 那時候我斷斷續續看的時候 就是都是放廣告 然後每次廣告是半分鐘嘛 真的就是 有時候還會兩個廣告這樣子 也居然 對沒錯 我是阿宅 就是 它每一段都要放半分鐘 然後呢 後來那個Overtake出來的時候 我看幾集之後 我就一直在想 其實現在想 應該說 現在 現在就竟然想想追這個 然後我每次都浪費半分鐘 我10集其實就浪費很多時間 就是浪費300秒了 然後我就看一看它說 一個月只9塊 我想說才99塊 各位 只9塊 現在幾乎我可以講一句話說 比便當還便宜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毅然覺得 給它買下去 沒差啊 只有9塊 我要追來講 因為我這麼說 我的想法很簡單 今天我拿99塊出來 假如我要 我能夠買到Overtake的DVD嗎 或者是它的那個影片對不對 你買不到嗎 你什麼都買不到嗎 但是99塊我竟然可以 把那個廣告去掉 然後不一定Overtake 搞不好其他那個 其他什麼葬送福利 那種都可以一口氣看的話 那我覺得是超級滑的 所以那時候就買了之後 就那邊點點點點點這樣 對沒錯 我那時候就是阿宅模式了這樣 那切尾全說 如果喜歡武俠動畫推薦可以看看 蛤 蛤武俠動畫 你是說哪一部啊 武俠動畫 嘿嘿嘿 切尾全說的是哪一部 是武俠動畫 我好像沒有看到動畫風裡面 有武俠動畫 煤氣十萬 煉氣 對不起煉氣 煉氣十萬年 在巴哈姆特的動畫風裡面嗎 只要是的話待會晚點去看 好沒問題 那個 感謝邱瑋全的資訊 然後待會晚點就去稍微做點功課看一下 好沒關係 雖然中間KIMI跳出了一個Overtake 其實真的我也蠻想聊一聊Overtake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簡單說過就好 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其實Overtake我覺得它是蠻棒的一個部分 就是因為 他也不會拿那種主角無敵論 然後這都超有錢 當然這種故事裡面角色一定要塞進一兩個有錢人 這樣大家才會想看 假如全部有窮鬼的話 就沒有人想看了這樣 Hanu說其實 All in One Asia的YT頻道也好像 欸 All in One Asia 欸我不知道All in One Asia 我知道那個YT頻道裡 當初動畫出最多的是木棉花 對 那木棉花的動畫很多 而且各位 我跟你們講 木棉花的動畫有鎖地區 就是它的預告片什麼東西 當然你到時候可以看 但假如它的正片 你其實只能在台灣看 為什麼 因為我回到馬來西亞 我就發現我不能看了 那時候就 然後在馬來西亞我就拼命研究VPN 因為我跟你說 巴哈姆的動畫風出了台灣也不能看 所以各位 假如你們有要出國的 千萬記得 你有在看動畫風的 請千萬要買VPN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要說 感謝Surfshark VPN 沒有贊助 靠北 對沒錯 然後那時候我VPN做功課之後 他們不是之前講說什麼VPN超便宜嗎 然後那什麼 什麼 什麼又可以 又可以退款啊 然後什麼一個禮拜又才幾十塊啊 我告訴各位 我現在的真實經驗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沒有買啦 我收完功課我就放掉了 他們所謂的什麼 一個禮拜才幾十塊那種東西 是你要跟他訂兩年 然後你要付錢 你一口氣訂兩年 然後你才有那個什麼最低價 什麼一個禮拜 就是什麼一個禮拜十幾塊那種 當然他說可以全部退款 但是 我這麼講 我比較 我比較會有一種想法就是 今天當我真的用你的服務 你的服務也真的沒問題的話 我通常不會退 就是 因為我覺得說你的服務沒問題 我覺得說我只要用這一點點 我去給你退 其實我覺得蠻ok的 那所以通常我真的要訂下去我就訂下去了 是 但是後來就看一看 他還要訂兩年喔 那就算了吧 這樣 就找到其他方法去破解了 但是 他如果講的all in one azure 那個我還沒看過 我一樣待會再看看 完了我覺得今天已經變成那個動畫直播了 大家在聊動畫 然後邱尾群說 劇迷有播 之前YT有播 劇迷 好像劇迷是那個中國對不對 我有印象 然後他說 一上線不到24小時 累積有30多萬人看 真的有看過 哇 天啊你這是在勸敗嗎 好沒關係沒關係 我晚點看看 但是這個以後不會拿出來討論 只是下次可能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聊一聊開心就好 對完了 這從摩托車開始變成動畫討論了 好沒關係我先抓回來 反正我簡單的話一句說就是 Overtake那個影片的話 假如各位你們對於那個 對一樣 我可以說你對於車輛有興趣我會 然後你想了解真正的車隊跟車手 可能面臨的問題的話 我會覺得Overtake會比MNG更顯實 就像那個剛才KIMI有講到的 包括贊助商籌贊助等等這些事情 這些都是很真實的 就是你的一舉一動隨時都會有很多影響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得這麼說 就是 有時候各位假如你們覺得看到我比賽啊 車手有一些奇怪的動作或是什麼 或者我應該講不只講車手啦 運動員啦 有時候說真的這也是被逼的 因為畢竟有時候四關贊助商啊等等這些東西 當然並不是說打假球啦 只是 其實當一個運動員是很不簡單的 他們要面臨很多的事情 不是只是去那個 不是只是跑比賽就結束了 所以Overtake這個假如各位想要瞭解到那種 這賽事裡面他們會面臨怎麼樣 非常建議各位去看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他可能是圍繞收尾吧 就是他的那個 最後主角的那個成功有點 有點 對我們來講叫戲劇化 因為像那個賽道狂人裡面 他們的勝利 就是你會看得出 應該講你在看的過程 你會覺得 嗯他們是一步一腳印去把勝利拿下來了這樣 但是Overtake最後有點像是好像 哎呀我好像突然間什麼狀況都來了 然後就上半獎台了這樣 但是也不能說假啦 因為說真的很多時候比賽真的也是這樣子 我們也曾經遇過就是真的 呃看到那種誤勞誤撞一下就上半獎台了 所以呃比賽充滿不定性 所以沒什麼我覺得Overtake是一個很棒的影片 甚至他的那個 呃片尾曲的Good luck 我非常的喜歡 我覺得 各位只要你們有看待一部的話 其實片尾曲的Good luck 你可以去YouTube搜尋 然後再去搜尋他的歌詞 就還蠻有意思的 好像還沒有翻譯中文的歌詞 但是你用那個Google的話 你大概可以抓到他大概的意思 就那個棒 好推薦給大家 OK來我回到MAG這一塊 MAG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第一個漏洞啊 我對要說漏洞啊 漏洞就是所謂的什麼英國皇家 什麼什麼什麼賽車學校 我覺得那個蠻奇怪的 因為當你已經全部是電動車的時候 理論上就算是什麼什麼什麼賽車學校 他應該也是針對電動車 不會有針對燃油車 那燃油跟電動的操控 我說真的差異蠻大的 就是各位假如在騎車你們就知道 這是電動車跟燃油車的那個引擎反應啊 調性啊特性啊等等 全部都是不一樣 所以在他故事裡面講說什麼這個 這個人是從那什麼英國皇家 什麼賽車學校 然後有什麼藤原拓海啊 什麼什麼培養出來的嘛 就覺得嗯 有點有點怪對 但是另外一句話來講 你又不能說他怪是什麼 因為假設他的設定故事是 我隨便講講2020嘛 假設我說2050好不好 因為我記得全球規定好像是2050 他們要把燃油車去掉 那我就假設是2050年好了 假設2050年當下停止的話 那的確你前面的那個 他說什麼被培訓過程啊 還去跑拉力啊 還拿冠軍啊等等那些 那些是有可能的 但是問題是 通常在 各位要有一個觀念喔 就是全世界的比賽 其實 各位知道比賽是很燒錢的嘛 不管是主辦單位還是車隊都一樣 那你燒錢的東西 你一定要有贊助商啊 你一定要有固定的贊助商 那贊助商通常為什麼要贊助你 因為我說真的很多時候贊助商贊助你 不一定是可以直接回收的耶 那他贊助你當然是為了有商機嘛 對不對 讓你曝光 然後他有機會賺了更多錢 他才會贊助你嘛 所以假設那個時候 你說假設是2050年的好停止 那前一年理論上 不太會有一大堆贊助商投注在汽油賽事上面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 因為當那個時候我明年就不能賣啦 當我的明年都已經不能賣了 我今年的預算不可能再砸在同一個東西 我一定是砸在明年 我想準備的市場預算上面 這個是通常在marketing上面 我們一定會這麼做的 所以理論上在那個時候 基本上的燃油車賽是什麼 應該假設2050年禁止 理論上2048年左右 比賽通常就會全部轉向電動車 各位看整個趨勢大概就像這樣啊 你就想像當年那個GP 應該講GP500嘛 GP500轉成Model GP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二行程是在他們之後禁止的 開始開始全面全球開始禁止 所以通常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比賽都會帶動整個全球的marketing 所以不會到整個marketing已經停了 然後比賽還在繼續進行 這通常是不太可能發生這件事 所以對於什麼英國皇家賽車學校 那個東西我覺得蠻奇怪的 而且這麼說 賽車學校它假如要存活下來的話 基本上它應該在燃油車比賽禁止前 它就把重心全部轉向電動車了 這是理論上的 各位你們想想 假如今天有人開課可以說 各位我今天開課 我的最大特色是教你們如何騎二行程車 各位你覺得這個課有人會上嗎 或者是有人會花錢說 我臨北就想學怎麼騎二行程車 除了要玩越野車以外 因為越野車還有二行程 假如你是一般的賽車 你覺得現在還有人會說 我要花錢去學習怎麼騎二行程嗎 當然不會 那就是有沒有搞錯 所以其實像故事的安排就有點像是這樣子 就有點像是燃油車的已經停掉了 那怎麼會有人去學一個賽車學校 學燃油車回來跑比賽這樣子的 所以其實這個設定我會覺得有一點點怪啦 對這個是我覺得奇怪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最主要有趣的地方是 他們講到的那個MF的那個理論 所以MF的那個理論 那時候我一開始聽到我覺得蠻好奇的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後來想想我覺得還沒有道理的 所以其實我就想說這樣子的話 就來跟大家聊聊一下這個東西好了 因為這個東西我後來一想一想想 我覺得的確是蠻有道理的 但是在摩托車來講風險蠻大的 但是汽車來講就有可能可以實現到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我還是覺得那個作者他頭腦蠻聰明的 還可以想到這種東西來繼續玩 我還以為每東西可以玩耶 所以好MF的理論是什麼呢 其實它是對於那個它的重量 它MASS跟F 那個F不是FALSE是FRIXION 所以其實他要講的就是你的車的重量 跟那個抓地力的比例 那重量跟抓地力的比例 其實你去看維基百科看他們的介紹 你會覺得說他會講這句話 他其實講完這句話之後呢 之後是什麼 你也不懂啊 你看完了啊 所以是怎樣 但是也就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他們的設定很簡單 就是你車輛越重的 你就可以用到越大 越粗的輪胎啦 汽車我講汽車 就可以用到越寬的輪胎 因為你越寬的輪胎你抓地力就越高嘛 那你越窄的輪胎你抓地力就越低嘛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設定就是 你車輛越重 你就可以用越大的輪胎 你車輛越輕 你就得要用越小的輪胎 那在這個設定上面 各位想想這個蠻有趣的 這樣假如這樣我車輛重我就贏了嗎 或者我車輛輕我就贏了嗎 這樣 那這兩個到底會有什麼不一樣呢 就跟大家講一下 簡單來說 你車輛重的話 假設你重了 你可以使用更多的輪胎 基本上在直線來說 你的加速度應該會比較快對不對 但是其實因為你的車輛重啊 所以你的馬力要非常的大 就變成說你的馬力要很大 然後你的那個車輛越重 他卻推得起來 但是當你馬力小車輛很重 他就推不起來啊 所以這個都想說啊 那我重量就這樣起 減輕好了 那減輕之後 我重量只要一減輕 我的輪胎就要得要用小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那個抓地力就降低 所以我的馬力再怎麼大 我開油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會造成不斷間斷性的 一直打滑一直打滑一直打滑 這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變成是 你的馬力當然可以無限大 但是你的車子重量 重跟輕 原本差異會很多 因為你看那些超跑啊 其實他們就是因為輪胎非常的大嘛 對不對 他車子不一定會比我們一般的房車輕 有很多超跑他全身碳纖維他比房車還輕 應該講不會比房車重啦 我應該這麼說 有很多超跑他全身碳纖維都比房車還輕 但是他用配那麼大的輪胎 所以代表他的抓地力非常的大 所以再配上大馬力他就成為了性能車 那當他的設定變成說重量跟輪胎的大小 成為了一個正比的時候 這個時候故事就可能改變了 這時候就變成說你越重的車 你輪胎可以越大 越輕的車輪胎可以越小 但是當然你想像一下假設一台法拉利跟一台 嗯什麼Toyota 奧提吵了啦 一台法拉利跟一台奧提 奧提當然比較重啊 那你法拉利比奧提輕 喔所以要換上可能跟奧提一樣再細一點點的輪胎 然後用來跟那個 呃 細輪胎的法拉利跟那個比較粗輪胎的奧提保持會贏 我想各位想也知道一定是法拉利贏嘛 呵呵因為他車子輕 他雖然輪胎變小 但是他的那個 呃我們輪胎的抓地力其實並不是呈線性的喔 他一樣也是呈一個比數值的 所以當他變小的過程中 他也不會立刻就沒抓地力的這樣子 那他的性能還是能夠讓他在那邊上面表現 只是他們原本很大的差距會被拉下來 所以我覺得MFMF他作者提出的這個東西還蠻有趣的 就是呃就像他們裡面所講到的 他就是可以讓所有的車變得比較公平一點點這樣 呃所以這個時候你雖然大馬力也也沒有用啊 因為你輪胎你車子越輕輪胎就越小啊 那你車子越重輪胎大 哎重點來了你車子重輪胎大 但是假如你的馬力重量比超過一個值的時候 你寧可選擇車子重一點 然後輪胎大一點這樣子 所以這種情況下就會變成他裡面故事所說的 為什麼一大堆人比賽都是用超跑 這是這個原因 馬力重量比 對對對 馬力重量我記得他是講重量跟抓地力比 我覺得這個 這個因為我上去爬的時候 我也有看到那個夜跑的人說馬力重量比 但是後來我看一看 夜跑的人該講的應該是那個車輛的馬力跟重量比 對不起我把他跟其他東西搞混了 但是在MFG的理論裡面 他講的是車的重量跟抓地力的比例 對所以夜跑的人講的那件事就是 當你的馬力重量比馬力超過那個重量的時候 你用大馬力的車你會更有划算 因為他的那個 他的輸出會更高 所以這就是在動畫中他們所講到 為什麼後來那比賽全部都是用歐洲車下去跑 然後那個成績都會比較理想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在他那個故事裡面的設定 就是為什麼大家會拿歐洲的大馬力車 就是因為他們的馬力重量比很高 應該講馬力超過重量很多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重量再怎麼加重下去 對他來講都是很有利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設定所在 然後但是問題來了 各位我們再進一步思考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理論上當他這個規定下來的時候 原本法拉利的輪胎還能用嗎 各位你要想想法拉利跟86 他們重量其實沒有差非常多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一個一個bug了 其實真正在那個動畫中 法拉利的輪胎應該是要用跟86一樣的 但是他們故事裡還是用到很多那個 看起來蠻大顆的輪胎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在動畫中畫的時候 然後考量上的一個算小bug吧 對就是算小bug 因為其實很多歐洲超跑的那個輪胎 理論上應該要跟86一樣 不能比86還粗 理論上來講 因為他們的重量比較小啊 那唯一重量可以用 應該講唯一可以用最初輪胎的是誰 其實就是那個Subaru Impreza 跟那個什麼GTR 對像這些四輪傳動的車輛 對他們來說其實因為他們車子很重 然後他們就可以用比較大的輪胎 所以呃照我的理論上來講 假設你照著這個原則來說 真正的冠軍應該不是法拉利 應該是那個GTR 對因為他四輪傳動啊 當你的大家的那個輪胎抓地力都變小的時候 這個時候呃擁有四輪傳動的人 他們大家都在那個呃應該說 重量與抓地力一致的條件下的時候 他是有很大很大的優勢的 但是當然不得不說 像那個車頭的輪胎會比較快磨光 然後導致就沒有胎穩了 後來就打花了 這個這個也是不爭的事實啊 對 但是假如在以前期來講的話 呃 對以前期來講的話 的確他會比較有優勢 那Kimi說 動畫裡的輪胎都畫很寬 對對對沒錯 動畫裡的輪胎都超寬的 然後夜袍的人說真的 沒錯 所以其實這我覺得 我在看動畫的時候 我就發現 怎麼怎麼會這樣子 他理論上應該要很窄啊 但是我在猜 他可能也是為了符合一般大眾吧 因為你們想像 假如今天這個動畫出來 你看那個法拉利用著那個奧提斯的輪胎 各位你們會想看嗎 是不是 大家最近有說 幹這什麼鬼啊 好難看喔 比例好怪喔 不想看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應該他也是要顧及一般的市場 所以才會 呃 繼續把那個輪胎畫到原本那麼寬 所以真正來講 他們的輪胎應該要比86還細 對 然後 在這個設定條件下 其實又有兩個面向的問題了 在動畫中完全沒有提到 但是 因為我相信在這邊聽直播的應該大多數人都是有概念的人 所以 我也直接講出 其實他 在這裡面設定還有兩個層面 是真的要考慮到的 就是第一 你使用的輪胎的抓地力 就像在比賽中 他們輪胎有分轉 他 Soft, Medium, Hard 所以真正來說 這個車手他在比賽時 其實 他們應該也必須要能夠選擇Soft, Medium, Hard 讓他自己來選擇 甚至決定我前輪要用Hard 還是用Medium 還是用Soft 所以理論上來講 車手應該還有這個選擇才對 對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在動畫中 這些所有的車手 應該他們都要使用統一的輪胎 就像Model GP這樣 因為不然我就拿抓地力最高的輪胎就好了 我雖然抓地面積很小 但是我就拿抓地力最高的 我就拿最好用的塞道台這樣 等等他就有更高的優勝率 所以這個其實是動畫中沒有提到 但是其實真正在現實中我們要考量的東西這樣 然後我看一下夜跑的人說 讓我想到閃電VD車上吧阿斯拉 阿斯拉 翁靜盛講說我慢到了 沒關係 那個我跟翁靜盛說 我們前面都在討論動畫 他們在說那個 有那個Overtake可以看 然後還有那個 O什麼Anyone Asia 那個裡有很多動畫可以看 所以沒關係那個翁靜盛並沒有損失多少 好 所以第一個他們的輪胎應該要同歸 然後他們應該可以選擇Soft, Medium, Hot 這幾個選項 然後第二件事情來了 第二件事情 他們竟然說 因為竟然說那個車的重量 與那個輪胎的大小直接關係了 那就代表說 理論上輪胎應該統一一款的 我說理論 在動畫中理論 他應該只有一款 沒有Soft, Medium, Hot 那這個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車手應該就要能夠自由選擇 盡量我的輪胎的面積規定那麼多 那我應該可以選擇 我要前輪大一點 後輪小一點 還是後輪大一點 前輪大一點 前後輪的寬度大小比例 理論上在這裡 應該是車手跟機師們 他們要不斷研究的部分 所以我在猜 應該是作者為了要簡單化 因為你講的太複雜 就沒有人想看了 你像來作品都是這樣 所以作者應該是為了要簡化 所以他才把這幾個考量點都不提出來 他就直接就是這樣子開始跑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 看歸看 那個動畫看歸看 其實很多時候腦袋思考一下 可以發現很多東西在裡面這樣 所以假設他們可以加上輪胎的Soft Media Hub 然後第二隻選擇 我的前後輪的寬度 大概要怎麼搭配大小比例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可看性會更不得了 就是搭配是會有很多數據在裡面可以用這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蠻有趣的部分 對就是他的那個設定 所以我這麼說這個作品 他在設定重量抓地的比這件事情上面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對就是他可以把 他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應該說 原本大家覺得甩尾甩尾已經甩到沒有東西可以玩了 他竟然可以玩出這個東西 所以我還蠻佩服作者的 我不得不說 蠻佩服他的 只是在動畫中有很多事情還是需要考慮這樣子 然後他用86去贏過那些車 我這樣講有可能嗎 假如 假如是蘇馬克對一般人跑 那當然很有可能 但是假如你跟我說 現在那個什麼MAG 以及是全世界矚目的賽事 那這樣代表他的 應該講代表他的賽事的那個重要性 幾乎你就可以把他當成像是那個 像是什麼 類似什麼 什麼 樂盲賽事 那種比賽 等等那種大型的賽事 會讓大家非常關注的這樣子 而且他是三道賽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他當做拉力吧 你可以把他當做一半的拉力的那種感覺 但是頭痛其實就在這裡 嗯 我還是要講回來 真正全世界 人們的喜好是會跟著時代在改變的 那他講的這個光景 是蠻符合2023年現在大家想看的東西 但是其實真正你說到2050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描述的這個有點過於樂觀了 為什麼 我還是回到剛才我前面所講的東西 就是假設我來說 來各位 今天有個二行程的摩托車比賽 來大家想來看嗎 我說真的應該不會有一群人 哇好屌喔 二行程喔 哇筹 81 principal 碰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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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吸一下這樣 甚至說我想成為二行程的賽車手 受到很多人的瞩目 所以各位我光用這個例子你就知道了吧 假如今天有個人跟你說我專門跑二行程比賽 大家就會覺得說 蛤?你怎麼還在跑那輛老車? 所以其實我覺得 MFG 真正到 2050 年來講的話 這場比賽的車手應該是不會有這麼多人矚目才對 應該是大家覺得說 這很像我們現在看一堆 一堆人有那種什麼老車比賽啊 那種就很像我們看老車比賽這樣 所以我只是覺得說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這麼high 但是無論如何怎麼說 它還是蠻符合娛樂性的 所以假如各位是要看一個娛樂性的作品的話是OK 但是假如你真正把它裡面的東西重新拿出來分析的話 你就會發現到有蠻多樂觀的成分在裡面 當然啦我不得不說現在2020年 2023年要24年了 搞不好到 2050 年人家再重新看到這個作品 感覺應該就不一樣了吧 翁靜生說 我記得前陣子聊天是有聊到輪胎的 大家思考的東西是胎面的抓地力 對沒錯沒錯沒錯 胎面的抓地力非常重要啊 所以我就算輪胎小 但是我能夠發揮最大最大的抓地力 我是最強的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這部分的話的確是有蠻直接的影響的 我不得不這麼說 所以你只要拿來二輪的話 那就沒辦法比賽啦 各位你想像假如CVR1200R 規定只能裝野狼大小的輪胎 或者說裝小阿魯大小輪胎啦 呵呵呵 你又想像他 不要講小阿魯太誇張了 R3好不好 就想像他的前輪110後輪140 因為車輛很輕啊 所以你只能這麼搭配啊 那種 我覺得這個摩托車就沒辦法比了這樣 所以他們四輪的設定其實就還蠻有趣的 因為四輪可以滑胎 四輪可以甩尾啦 但摩托車就不可能每個人滑胎進去啊這樣 呵呵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個不同的故事設定不一樣 對 容金車說可似乎略的一件事支撐性 吳金車應該是要講那個輪胎胎框的那個支撐性對不對 其實 嗯 我覺得還好啦 應該說假設他的年代設定是到2050年的話 那到2050年那個時候 胎幣胎存的支撐性 對對對對對我知道 這這其實也真的是應該考慮的部分 因為 呃 不是胎框 呃 呃 對 沒錯 其實 翁金車講的一個東西就是包含那個J子 我們輪胎的那個J子 通常你假如要改輪胎 你那個J子不對的話 你 你也會產生不正常的魔號 所以其實理論上來說 他們 嗯 他們的這個設定的話 輪胎上上去其實 你要如何讓他完整的去運作 而不會有偏魔號等等 其實這是很難的問題 因為 呃以前我們就遇過啊 就是像那個 車輛改裝那種 欸 你幹嘛你要打招呼是不是 來來來來 我可以跟大家打招呼 耶 哈囉 嗨嗨 嗨大家好 呵呵呵 這個就是喵喵 之前那個溜進店裡面的 對 然後他就溜在店裡就不會走了 然後就這樣對 就這樣子收編了 沒錯 然後他可能會對他叫 所以這個喵喵還還算蠻乖的啦 對還算蠻乖 只是晚上有時候會很吵 可惡死傢伙 然後我用電腦的時候他總會來壓我的鍵盤幹 好沒事下去 呵呵呵呵 所以應該是說我覺得當一切到了2050年的時候 我覺得材料的強度以及橡膠的強度等等 應該可以突破這個限制 他們應該可以突破這個限制 然後沒有太大問題 對 所以一條輪胎的設計結構支撐性 跟抓地是絕對關係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嗯 輪胎的設計有絕對關係 但是假如當 呃 當已經要專門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相信不管是輪框廠商或者是輪胎廠商 他們應該都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 呃 但是其實又回到一個這 呃 又回到一點來說啦 就像我剛才講的二行程啊 呵呵 就像二行程的理論嘛 到了那個年代怎麼還有人花那麼大錢去投資在 呵呵 這個輪框跟輪胎呢 呵呵 所以 所以呃 對 所以沒什麼 我還是回到那句話 這部影片當做一個觀賞沒關係 但你真正去分析理論的時候 你會發現裡面其實有些缺陷在的這樣 對 但是 無論如何作者所提的這個呃 重量與抓地力比是一個非常呃 非常有趣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蠻幸運的 嗯 所以 MHG的話 的主要是這樣子啦 是這個 欸我還沒完結 對還在進行中 但是 我就覺得蠻有趣喔 就拿出來跟大家聊一聊這樣 呃 這次算是蠻特別的 來聊那個四輪的這一塊 呵呵呵 對 平常我們都是在聊二輪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個真的太有趣了 所以好 那個基本上MHG的部分就到這裡為止 那這動畫中的一個設定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但是就是你真正去分析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 真正要下去還是需要有待解決的問題 這樣子 呵呵 好 那等一下 再第二個主題先讓我喝個水 好 然後 剛剛 剛才貓貓跑去 跑去玩了 然後呢 現在Taco 這 Taco一開始看到貓很兇喔 他一開始看到就總是還沒有 靠北你 哦 哦 他伸爪好力哦 我等一下要剪他指甲了 呵呵呵 Taco一開始看到那個 貓會一直叫 汪汪汪汪這樣 然後我就慢慢讓他們接觸 接觸了應該一個多月了吧 這樣 對就一個多月 從一開始他會一直叫到 我慢慢放出來放出來 把放出來的時間放多 讓他們兩個接觸之後再穩定多了 對他偶爾是會這樣吃醋 因為貓可以在我腳上玩啊 然後他不能在腳上玩 會靠北一下下 但其他的都還好 這樣 嗯 夜跑他說難怪這次難得這次不會飲料 幹你吃到了齁 有養貓 有養貓就知道 你他媽那個飲料放旁邊 他真的會給你整個弄倒的 所以 那個 你看那個 有貓之後我就 我只能拿這種封閉瓶食 那杯子我都不敢 杯子到我 你拿回家就趕快輸一口把它喝光了 你不喝光你要把它吊起來的 就是你不能這樣放這裡 放這三兩下就給你整個推倒了 對就是我喝那什麼咖啡巧克力 他都要跟我搶 我講幹你是貓耶 要喝巧克力 呵呵呵呵呵 所以應該放酒 哈哈哈哈 有有有 看 喂喂喂 靠杯 你不要玩了 你不要玩了 一直刮到我的腳 他自己在我腳玩得很high 然後就伸爪 欸有呢 有放酒欸 就是 呃 貓跟狗都有去秀 你們要小心那個貓跟狗回去秀 然後 因為我他們所試到的味道 跟我們人試的味道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你假如覺得酒很苦 他們可能不會覺得苦 他們覺得還好 然後他們就來來來來 所以各位千萬千萬記得 不可以給貓跟狗碰酒 他們會嚴禁失明 所以各位千萬要記得 有養的都一定要記得 呵呵呵 因為以前有養過 所以我今天就特別 就特別小心 那個酒倒出來 就趕快把它喝光了這樣 呵呵 所以還好 至少現在那個貓還蠻安定的 就是不會跟你搞大破壞 他當然會到處走 但他不會有那種跟你整間全部撞倒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蠻清醒的 很好 呵呵 所以 好 我們來繼續進行到第二個部分 今天 天啊 第一個聊一聊也是六分鐘 但沒關係 那個放心接下來很快 呵呵 今天我們一樣 讓他在那個大概四天左右的時候結束 這樣 就不會拖他太久的時間 第二個時間跟大家討論越野轉向分析 那 這個聽起來很學術的一個名詞 其實真正就是要讓跟大家來聊聊說 在越野中 我們在轉彎時的一些不同的操作 那 為什麼會討論到這個東西呢 是因為 我之前在 呃應該講我前幾月都一直在支援馬來西亞嘛 那 上個 呃上個月我支援那個馬來西亞MSPK那邊的車隊啊 他們車隊 呃就 呃就跑那個雪邦的場地 所以我們用軌跡去看 嘗試幫他解決很多問題 那 不只是250的車隊 其實 250的啊 1000的啊這些 我們都有在幫他們去看去處理這些東西 因為 在馬來西亞其實用那個 呃你說用那個軌跡器 應該講用軌跡紀錄器的多嗎 我告訴你其實超級多的 他們車隊幾乎很多台車都會裝軌跡紀錄器 但問題來了 他們 那些軌跡紀錄器他們用來幹嘛 其實真正你看他們用來當計時器 他們只是把一個東西裝在那邊 然後讓他有個單圈在跑 這讓我知道我的單圈多少欸 沒了 所以 其實在馬來西亞沒有人在分析軌跡 所以儘管大家都在用軌跡紀錄器 但是沒有人在分析 所以對他們來說那個東西只能看秒啊 那看了秒也沒屁用啊 就是你假如不知道要怎麼辦的話 就是 你也不會進步 所以我 我這次就在支援 然後之前也已經跟他們支援過了 就是 給他們 呃幫他們做一些軌跡的分析 去處理這種 他們就發現到 哇原來這個東西這麼厲害 他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 我每一圈 每一個彎道我在做什麼 然後我可以哪裡修正 之後他們就很有興趣 所以 這就是我這幾個月來 支援馬來西亞蠻多的 就是因為他們一看到這個東西 他們就很孩 就覺得說太棒了 怎麼會有這麼棒的東西 然後還有人能夠幫忙協助分析 所以 呃 這個也算是支援他們的賽事吧 因為 要不然呃 之前這種賽事其實 就變成 該怎麼說 有天分的你自然成績就一直在前面 然後你要努力的人 你要嘛就花很多錢一直跑 不然你就沒辦法進步 但是 呃用過睽蹟之後 他們能夠快速的解決他們的問題 他們就可以得到比較快速的進步 就變成每個人都有比較公平的機會 所以 我覺得這個在那邊的人 他們有很強的那種 呃 很強的想要勝利的那個欲望的話 他們看到這些機會都是不會放過的 所以呃 那時候馬來西亞的支援是這樣 那當然啦 我覺得 蠻慶幸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馬來西亞支援的那個 車隊的車手啊 他 呃 他很幸運 對他也很他也真的很幸運啊 就是 他一直在努力之下 他終於得到了歐洲場隊的那個邀請 就是可以請他明年過去那邊測試 所以 呃目前的預計是明年三月 他會到意大利那邊去做一個出測 來 呃 呃 來確定他的狀態 以及他們明年可以 可能可以怎麼樣比賽的狀態 所以呃 這個算是一個好消息吧 嗯 真的就是 我覺得 呃 現在 幫到這種真正認真 呃 應該講真正在認真努力的車手的時候 那個感覺差異是蠻大的 就是 呃 你應該說你會 你幫他的每一個東西 你會覺得都都很有用 他也覺得好棒 你幫我的我全部都需要 就是 而不是我只是要曝光量 那你沒有幫我曝光 你沒有幫我講好話那種 呵呵 對我我這是我覺得蠻慶幸的一件事情 只是當然啦 人家去歐洲 不一定會那邊講 哇這裡幫他多少 但我覺得還好 那我們的態度就是 只要能夠幫到真正有需要幫助的人 一切都值得了 真的真的真的 這 這很多時候都會講 像我們以前那種都都都要靠自己去努力 但是現在有能力的時候 可以協助到後面的人更快速的起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雖然他那邊會講說 欸那個教練啊 我明天三月要去義大利啊 你要不要來啊 我來甘利娘的 來可以啊 但問題是 你不可能你一去又去三天五天啊 你要去半個月以上 我就覺得說 再看吧 呵呵呵 再看吧 只要順利的話 有可能明年都會在歐洲比賽 那 那會不會飛歐洲呢 我不知道欸 應該不會吧 應該啦 應該啦 繼續努力 應該 呵呵呵 然後 夜跑的人說 老師也要去義大利支援嗎 當然他們希望啊 因為我幫他處理那些 軌跡那部分協助到很多 然後他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他當然也一直希望說 哎呀老師要不要來義大利 要不要來義大利啊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我這樣講 這種以前會很嚮往啊 對不對 你這以前哇 覺得哪有機會都很嚮往 很強去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會 應該講會想很多事情吧 就是 不知道我看情況了 我看情況了 我覺得假如資源的車手 能夠跑向世界舞台 那當然是好事啊 對 所以我不敢說 我不敢跟各位保證 但是 我覺得我還是先趕快 把這裡的事情做好啦 靠那個 這前兩個月欠學生的客氣很多 幹 其實都是賽道課啦 大家都要上賽道課 然後 我就跑去馬來西亞了 所以希望不會 一下子又飛到歐洲去 呵呵呵 請讓我在這邊 再支援各位一下 我不會那麼快吧 Kimi恭喜 對 恭喜 我也恭喜他 對 好 好 所以在支援場地賽之後 我在看的時候 我也一直在不斷的回想說 我做了這幾年的訓練 以及跟那些車手 他們交流的訓練方法 然後呢 在越野的訓練中 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尤其是特別在比賽 就是 關於你們想像 假如現在是在那個 一般的那種MOMO GP的場地賽啊 在跑的過程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來 我現在把 我要把那個 等一下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我要把那個 無邊際叫出來了 我畫給大家看 這裡 找一下在哪裡 嗯 好 看一下啊 這 看到網 我看到空間有沒有 欸 對對對 太棒了 太棒了 他的那個 空間設定是對的 OK 很好啊 來 那 黑色的 比 黑色的 OK 好 我把這個轉過來 這樣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今天我假 今天我假設是一個回轉好了 OK 好一個回轉 外圈 好 那一般來說 當我們換藍色 OK 當今天呢 我們要再進行做那個 攻擊線 我要超過他的時候 通常是怎麼樣 有兩種嗎 其實假設藍色呢 是原本的路線好 假設我想模擬藍色是完美路線 啊 靠北 對 這就是人家為什麼每次講那個 開直播或線上會議的時候 要先把貓綁起來 呵呵 他總會搞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 假設藍色這個是 原本的 你當作是一般的 標準線啦 齁 那 我假設紅色是攻擊線的話 好 這時候通常在賽道裡 攻擊線有兩種嘛 第一種就是從前面這邊 就開始插他的內線 然後後面這邊出來的時候 他可能會往外跑一點點 這樣子上去 第一種就是這樣子 那第二種 第二種攻擊線的話 我們綠色好了 好 第二種攻擊線是一直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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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想盡辦法提前做一個彎回轉之後 再切這邊進去整個出來 這個就是通常我們會講到 綠色是第二種攻擊線 在賽道中大家也都 應該講大家也都耳熟淋香啦 各位也都講這個理論 我相信大家也都蠻清楚的 就知道 喔,對啊,對啊,這很正常 應該都是這樣 但是在越野中不一樣 在越野中 當今天有一個標準線出來的時候 我拉一個 我拉一個什麼 黃色的線好了 我拉一個黃色的線 今天假設藍色的線 一樣是標準線來講 當在越野中 從我們要超車的時候我們會怎麼樣 往內、往外都有 但是你有沒有看過有一種是 我直接走你的內線 然後在這邊超過你回轉之後 直接再走內線出來 有沒有看過這樣的超線 我相信有看越野的應該 你們都有看過這種事情吧 就是我從內線 我從內線切你 然後在一個很小的回轉之後 立刻再開優出去 通常他的優 他的優是這樣 甚至我把那個優講得更緊一點好了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點 通常有另外一種可能是嗎 是這種 等一下我畫黑線 好,黑線 通常另外一種反而是這樣 一個一個圈圈圈圈圈圈圈 然後這個是外線 對 越野中比較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 走開走開走開 走開,可惡 來跟大家打招呼 好,打完招呼了,下去 呵呵 他要去按我的鍵盤了,可惡 好 假設這是標準線 藍色是標準線來講的話 藍色一般是標準線 我過來 翁靜聲說 直接撿車 賽後會被拖出來 知道嗎? 但是越野中的確都是這樣子 在越野中 要超車的時候 紅色線 在越野中要超車的時候 的確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邊這樣噴一下就出去 各位有沒有看過這個畫面 我相信有看比賽什麼的 你們都看過嗎? 是從裡面直接噴這樣出去 但是這個在柏油路中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在柏油路中 假如你前面一開始衝 那麼早衝進去的話 你這邊根本沒有辦法去這樣子回旋 然後立刻出來 你一定會往外跑 但是在越野中 為什麼就會發生這件事 而且你真正看不只是Motocross Supercross等等 這種賽事中都很常發生這樣子的超車現象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狀態呢? 而且這個越野的這個 呃 走完他到底是怎麼樣的 呃 靠北他們幹嘛吵架了 欸 欸 你們幹嘛不要吵架 欸 聽著他那邊叫 喂 喂 你幹嘛 我不想理他了 呵呵 貓貓貓總是自己去惹狗 對 Kimi 說 每次看Motocross比賽都覺得 車手 超車碰撞 好多好可怕 對沒錯 對 他們很多時候超車蠻恐怖的 我說真的 尤其是那種你們看那種 就是他我要從後面追上來是一口氣跳過兩三個那個跳台啊 那個時候其實 只要前面有個車轉個彎往他旁邊靠一下 他真的就整個人往車上面壓下去了 所以越野中其實真的撞起來事故也蠻恐怖的這樣 嘿 呃 就因為這件事情 就是在那個跟車手討論的時候 在一般場地上的車手他們無法想像這件事情 是為什麼會這樣發生以及有什麼原因 所以呃在這裡我才會跟大家說 就第二個主題來討論越野轉向的這個分析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來探討越野轉向 我應該要這麼講才對 所以 為什麼越野轉向中這樣子是可行的呢? 那在柏佑賽斯中為什麼那樣不可行 一定會照著左邊那個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越野的轉向呢 其實跟 呃應該講 轉彎就靠兩件事情 這時候我要回到那個摩托的最基礎 轉就兩件事情嘛 一個就是跺腳一個就是傾腳嘛 那你只要傾腳完全不變的情況下 單靠跺腳打轉彎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三輪車 三輪車四輪車他們的轉彎形式 那摩托車的話 因為它兩顆輪子 所以它當然會讓它的上半身傾倒嘛 來傾乘過彎這個動作 所以摩托車除了跺腳以外 它還有傾腳這件事情 那你的傾腳下的越低 你的迴旋半徑越小 所以你們看很多金卡納 他們繞這麼小的彎道 為什麼它整台車會傾倒到那麼多 就是因為當它傾倒到那麼多的時候 它的龍頭再打到底下去 它可以完成一個很小的迴旋 所以在金卡納中 應該說金卡納這個賽事項目 對一般的摩托車場地賽的人來講 其實已經很神奇了 所以我常常會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你看到摩托車場地賽非常非常快 很厲害的人 基本上你叫它去跑金卡納 它可能跑不出成績來的 因為金卡納的領域 跟那個場地賽領域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場地賽不會遇到像金卡納 那麼小的一個彎道 所以這就是在金卡納中的差異點所在 那在越野中也是一樣 越野中的轉彎呢 也是由那個傾角跟墮角來決定 但是在越野中的轉向有個特色 基本上是越野中的轉向 在慢速的過程中 它會仰賴 它會仰賴墮角 就是慢速的過程中 我們墮角會打非常大 以及抓地力比較好的情況下 慢速與抓地力比較好的情況下 我們的墮角會打比較大 來在越野中進行轉向動作 但是當今天速度開始加快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傾角來取代墮角 墮角越小 傾角越大 那各位聽起來這個部分 還是跟柏油路很像嘛 對不對 柏油路主要速度一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傾角代替墮角了嘛 那但是當抓地力越差的路面 我們也同樣會做這件事 抓地力越差的路面不一定代表速度快喔 你可能速度是慢的 你速度是慢但是你的那個 你的傾角還是會帶很多 來取代掉墮角 這樣子你的車輛會比較好轉彎 所以各位通常 很多人他們在騎乘的時候 就覺得說 我抓地力都那麼滑都那麼彎了 你還叫我帶傾角 那你不 車不是倒了嗎 所以這個時候也會跟大家講到 越野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我們在過完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們仔細看 在摩托車賽車裡面過完都是用內傾加卡普嘛 對不對 那但是在越野中我們很多時候過完是用外傾 就是因為在不穩定的路面中 我們用外傾我們會讓車輛更穩定 以及我們自己更穩定 包括他在不斷打滑的過程中 我們人不會倒下來 我們會在上面繼續平衡住這輛車 所以這是為什麼在越野中 我們會用外傾來做這些東西的原因 然後然後呢 在抓地率越來越低的情況下 我們也會更仰賴的傾角來做這個轉彎 就像那種轉移地啊 甚至什麼甚至沙地 對在沙在沙地上的時候 我們的操作就幾乎會 應該講沙地這個 我相信各位有騎過沙地的就知道 他是一個很難克服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比起一般的爛泥地啊 什麼草坡地啊那種更難處理 那沙地的各種不確定性因素 他很違反一般人騎乘的邏輯跟理論 所以你假如用一般的騎乘邏輯跟理論下去沙地騎 你通常都會吊在那邊車子都不會動的這樣 是你到那個 是你到有一個邏輯概念 你知道怎麼去處理這塊地的時候 你才能夠去完整做這件事情 所以在沙地中我們也會一樣的狀態 就是我們會用很大的那個傾角來取代墮腳 因為沙地中你只要一打墮腳 你的車就倒了 我現在各位有經驗嘛 你一下沙地 他通常車頭都不聽你話的 你左右左右左右 你根本不能控制 當他要往右邊倒的時候 你想要往左邊 你想要往右邊救 你把龍頭打去右邊 他是不會過去的 他一樣往左邊繼續滑掉 然後你車就倒下來了 所以我們真正在沙地中 我都跟人家說 我們在沙地中呢 我們在前進的一個關鍵呢 其實我不是靠墮腳 我的墮腳永遠都是在亂甩的 因為在沙上你的墮腳真的就是一直左右左右亂甩 那我們在轉彎的時候 我們是靠墮腳 我們是靠傾腳 我們把車子放倒 然後我們繼續開油 讓他做後輪轉向的動作 這樣子他就能夠做到完整的過彎了 所以在越不穩定的土路中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來進行 好,這個時候我們就回到 原本我講的過彎的右邊的這個圖 右邊的這個圖在藍色的時候 也算是我們一般上在土路中的騎乘方式 因為土路中的騎乘方式 畢竟他還是有些滑動的狀態嘛 所以其實我們在過彎的時候 我們一樣是會有一定的弧度過去那邊 所以我們車子通常在要進彎前 我們煞車時我們的車輛就會放傾倒了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各位看到很多在越野中 我們煞車時後輪就會滑出來 就會變成後輪轉向 那在後輪轉向時 其實後輪這樣滑出來的時候 他同時也是協助我們在做減速的動作 那當然我們前面煞車也會帶喔 我們前面煞車也會帶 然後後輪煞車也會帶 讓車輛這樣子整個車尾這樣出來 然後再做一個減速的動作 然後減速完成的時候我們繼續開油 那開油的時候後輪會接著繼續滑出去 所以也會導致後輪轉向的方向 繼續帶著車輛前進 所以這是一般我們在 那個土路中騎乘的一個操作方式 那當要超車的時候 為什麼會出現紅線的這種方式呢? 假如紅線的這種方式它是最快的話 那我們根本就不需要藍線啊對不對? 各位實在想有道理吧 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不知道走最快的路線嗎? 那假如這個紅線內內內這樣子出來的話是最快 那我們全部就走內內內就好啦 幹嘛還要走藍線呢? 那這個原因就是在於說 其實紅線它能夠做到的一個原則是什麼? 它能夠做到的一個原則是 它減少過彎的長度 因為當我們在過彎時我們車輛傾倒 各位也知道在柏油也一樣嗎? 你一旦傾倒車就會減速嘛 在土路也是一樣的 土路中你一旦傾倒 車的減速量會更多 那所以當你要出彎的時候 你要開更大的油 甚至會出現後輪轉向的方式 帶著你的車衝出去 你才能夠擁有這個速度 所以在越野賽中 Motocross裡面 大家都常會看到那種後輪滑著出來 包括滑胎 滑胎賽它只要進到土路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現象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紅線可以做出比黃線更快的部分 最主要是紅線 因為黃線它 藍線對不起 藍線藍線它在上面 上面這一端的時候 其實它就已經要準備做傾倒了 它的車輛減速後要做傾倒了 那紅線的話 它可以再晚一些 紅線它可以晚一些減速 然後讓車輛整個滑更大的過去 然後到下面這個頂端的時候 下面到這頂端的時候 它直接開油出去 那開油出去 為什麼它不會外拋 這就是我剛才有講到一個關鍵的 土路中的過彎 我們仰賴傾角 所以它在這個彎底的時候 它的車幾乎是放非常斜的 然後它一開油 後輪就會瞬間有點像Elephant Turn那一種 後輪就瞬間轉過來了 所以它的車輛就立刻導向正向還要前進的地方 那導向正向要前進的地方的時候 只要你繼續開油 那個車是不是會繼續轉彎 轉到有點像360轉一圈回來了這樣子 所以他們走紅線路線的時候 它在這邊一撒彎車身放倒 然後開油 瞬間讓整個車轉向正之後 它就做下一個關鍵動作了 就是它會把車身扶正 這個時候 你在車身在傾倒中開油 後輪就會一直往外跑對不對 但是當你把車身扶正後開油 你的整個荷重壓在後 它有很強大的抓地力 在那邊這樣瞬間衝出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在越野轉向中 他們可以做出內內內 然後還可以把人家抄掉的這個狀況 其實它就是借助在 我把車身立直的時間更多 所以它把車身立直的 更快立直出來去推的時候 它就有更大的力量 那就像我剛才回到我剛才講的問題 假設這個東西 紅線可以比藍線更快 那每個人就走紅線就好了 幹嘛走藍線呢 就是因為兩件事 第一件事其實走紅線是比較累的 而且比較應該講 比較挑戰風險的 因為紅線的那個過程 你沒有什麼容錯空間 你在這裡你一定要很準很準的 到這個點剎車彎開油 然後立刻轉回來 就把車身放正燒回去 你就OK 假如紅線你一旦挑戰失敗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我以前比賽時曾經發生過 就是倒車 那時候前輪不小心失去抓地力 砰 你一倒 告訴各位在比賽中 一倒車你就完蛋了 一倒車你後面名次立刻就落到爆炸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想要做紅線的動作 但是那個時候我操作失誤 導致前輪滑掉 車輛倒下來 所以後來舊來不及舊了 就落後了三四個名次 然後追不回來 所以紅線在越野中是可以存在的 在柏油中是不存在的 這就是越野車我們在轉向時的一個巧妙之處 對它可以借用 那個泥地的低抓地力 來完成各種車輛的快速轉向這件事情 所以在越野中還繼續發生這種行為 然後我們一般藍線的部分是非常保守值的 而且其實你假如說 這個彎過彎的方式 用藍線過彎的方式會比紅線慢很多嗎? 其實不會 其實他們的過彎秒數差是不會差很遠的 所以才會變成說 紅線這種內內只有在他們Morcross的車手 我要抄你車 甚至我們在比越野賽的時候 我要抄人家車 我就會插他的內線這樣 然後從內線直接開油衝出去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在比賽時 應該講超車那一刻 我們去賭一把的做法 假如真的不確定的話 或者是這地方不穩定的話 通常我們就跟在外面 但是你跟在外面就很難超 因為在越野中 應該說在柏油路中 大家可以靠馬力營對不對? 杜卡迪出彎我硬灌油我就可以超過你 但是在越野中不一樣 越野中你馬力再怎麼大 你一滴的抓地力就是那麼低 所以你的加速就不一定會比他快很多 那你要嘛就要比他早開油 所以另外一種做法是怎麼樣呢? 我再把那個 我再把它叫出來 好 藍色 另外一種做 不是藍色 綠色 另外一種做法是怎麼樣? 假設這外面這個圈是有挖弓的話 另外一種做法就是 從這邊一樣 從來這邊一樣衝過來 到挖弓上面之後 一打開油門衝上去 這是另外一種做法 這種做法的話 就是當MOTOCROSS比賽有挖弓的時候 我們在用的 切他 那個翁靖勝說切他下路的概念 對 算是 沒錯 所以MOTOCROSS中有一種做法就是這樣 我們借用挖弓來快速轉向完開油 因為你開油時你在挖弓是朝下的 所以你又擁有很大的抓地力 所以有些車手他們在很快很快的時候 他們要衝他們就不會繞整個挖弓 他們會用這種方式去做轉彎 他就會更快 但是我還是同樣講一句話 這種即向性的轉彎都是具有風險性的 你一個不小心你的車就會倒了 所以在今天跟大家聊越野的轉向中 就是這樣子的狀態 就是他會有 他會有在博弓路中不出現的內內內的方式 但是因為他內內內的方式就擁有很大的風險 所以才會變成說人們只有在關鍵時候 才會用那一下下 但是只要你懂得用那一下下 基本上你就掌握了比博弓路更多的觀念 以及挖弓的方法在上面了 所以這塊也是 剛好因為有人問到 所以我就用這個來回答大家 讓大家知道一下 原來越野中的操控是這樣 那當然在完全平的路面的時候啊 你的操作其實就有點像fram track了 就不會...會有內內內 但是在那個fram track的情況下 他不會有內內內的原因是 因為MOTOCROSS的比賽 他們很多那個彎很小對不對 他中間只是用那個一根一根一根的那個柱子來幫你分開來 但是在fram track裡面他的彎都很大 他就像運動場這樣大大個的 所以才變成說你沒辦法走SoCAD 你就必須要照著那個彎道這樣弧度過去 所以尼蒂賽斯呢 這個fram track他就叫尼蒂賽斯嘛 這種尼蒂賽斯他的操作 會跟一些越野的有點不一樣 是這個原因 因為他們的場地 強迫他們必須要繞一個大彎過去這樣 然後我看一下 KIMI 說今天的主題好棒 不然MX比賽超車都看不太懂 對對對沒錯沒錯 所以太棒了 我覺得剛好有KIMI 要的資訊就太棒了 所以你們仔細連今天只要了解到這一點 你後來你們後面去看MOTOCROSS 甚至SUPERCROSS的比賽 你就看得懂他們到底在做什麼操作 要不然其實很多時候這個比賽很有趣 就是外面人來看他們看沒有東西的 他們就看到一堆人在一堆泥巴裡面噴噴噴噴噴 你才能夠看得懂 所以今天這一塊跟大家講 然後有幫助到大家 這是最棒的地方了 呵呵呵 對所以好這就是越野轉向 我們來跟大家探討的部分 好那基本上就 越野轉向的 越野轉向的大概就是這些東西啦 對其實他沒有非常非常的複雜 好這讓大家基本上只 欸靠北你幹嘛抓我 對那貓一直在我腳那邊自嗨 他弄來他自己玩來玩去 然後就伸爪刮到我了 幹好痛 呵呵呵 是所以今天兩個主題是這樣子吧 那跟大家講一下 基本上 呃就是今天一次講到汽車 以及摩托車土路的這一塊囉 所以但是重點來了 各位假設你們知道摩托車的這一塊 他可以做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大家試著回去想想 除了柏油路以外 石頭路呢 草地呢 沙地呢 跟一些大的碎石地呢 你們轉彎到底要怎麼過 我相信這些讓各位回去想一想 你們就可以思考出更多 在越野中騎乘的一些 呃技巧方法以及觀念 那這樣子對大家更有幫助 然後和翁靜盛說 越野場騎下來回到家隔天全身痠痛 哈哈哈哈 對沒錯 其實越野車都很容易全身痠痛 就是 像我上課學人通常上網回去都都痠痛到不得了 都不能動了這樣 所以像今天那個FairTrade也是一樣 那上課上一上賽下說 喔不行我受不了了 他的那個整個手指還抽筋耶 完全抽在那邊不能動了 啊啊啊啊 就是因為越野車的不穩定嘛 就是他的車輛一直都在滑動一直都在跳 那只要在道路我們騎乘習慣道路的人 其實其實我們手都會抓很緊 大家的手啊腳啊都會習慣性抓很緊 這是因為在道路的關係 所以 呃這一樣回到老話題啊 就講說哎呀練越野車有助於道路的操作 就是因為越野車之中的不穩定 假如你可以練到讓車輛在那邊晃 你人還是可以很放鬆的在操作時 換回到柏油路的騎乘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輕鬆 所以這個是在那麼那些車手練完越野車之後 再回來練柏油時的心得 所以其實練越野車 呃除了技巧進步以外 有練越野車的車手最大最大最大的差異 就是在騎柏油的時候 他們會比其他人更放鬆 所以你在長時間比賽上 他可以使用到比一般人更少的肌力 所以各位要記得關鍵喔 在摩托的比賽中 並不一定是要靠肌肉去硬撐把你跑完整場比賽的 很多時候你肌肉不夠好 你也可以跑完比賽 當然啦 我還是要先聲明一件事情啦 假如今天你已經是頂尖車手了 你的秒數就差個0.0.1那一種的話 肌肉對你的影響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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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但是假如你連車都還騎不好的情況下 你硬去練肌肉就像我講過了 你有看過 你有看過哪個舉重選手是騎摩托超快的嗎 那他的肌肉量會比你少嗎 但是 還是一樣 同樣另外一個問題我也跟大家講過 那我再讓你想想 你去練肌肉練三個月 跟我讓你去練騎車現在三個月 你可以想像到這兩個三個月後的結果嗎 大家也都很明確知道 那一定是騎車三個月的技術進步更多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練肌肉是有 但他並不是only one 尤其當你對騎車還很不熟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需要把騎車弄清楚的這樣子 然後 嗯 翁金森說上駁油時會大駁油 哈哈哈 對沒錯 那個只要在月的場地那個玩過了 你上駁油你膽子都很大這樣 因為他覺得說 抓地力好好都沒在滑的這樣 對 所以 就是希望這些會帶給大家更多那個 那個騎車技巧所建立的一些觀念等等這些東西 對 那基本上 好我也要難得講了 就是今年 對啊 今天我忘了從好像從4月開始就一直出國沒有停 對 就是今年一整年都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所以至少我現在敢跟大家講說 耶 我終於敢保證12月我不會再出國了 呵呵呵 當然啦都已經結束了 1月應該不會出啊 1月2月應該不會出 就是理論上不會出 因為上次大家有說到聚會 不是本來說在12月嗎 後來我真的來不及辦 我現在預估我可以我先跟各位說 我預估應該就是在那個1月1月底或者在2月中以前 就是過年以前啊 1月底或2月中以前啊 就是呃 在在找大家一起出來吃個飯這樣 Kimi 今年不會再出國了 對 Kimi說今年不會再出國 對 我現在終於可以講這句話了 我敢保證今年絕對不會再出國了 呵呵呵 對 那吃飯的話 我預計在那個1月1月底或者在2月中以前的時候 因為我需要先去找餐廳 然後 嗯 我原本是想要找那個六四 garage 就是在台北巴黎那裡有一間那個六四 garage 那個以前我記得在多年前我們那個車隊的尾牙 曾經在那邊辦過 他們那個場地不錯 就是呃不用不用到很多人去包也可以用它這樣 所以呃我原本預計是那邊啊 但是有朋友說 假如他們這台中台南的人來好像真的太遠了 所以可能在呃中間一點的地方會更好 所以我我還在找 因為因為當然啦理論上台中是最好啊 就是北中南都可以去啊 但是呃我的希望是他那個地方直接就在西濱旁邊 因為大家講真的大家不能上國道只能走西濱啊 所以你只要西濱你還要走到市區亂路很多人去迷路啦 或者是地域不熟就很麻煩 所以我現在還在找希望在西濱旁邊的地方可以吃飯 嗯12月份有打卡賽事耶 呵呵呵呵呵呵 幹你幹嘛你要講什麼 呵呵我不會去打卡賽事 呵呵我不用去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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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呃我還在找著那個餐廳 我找呃應該說我找到的時候我會再PO文給大家 因為像我們以前就是在64 Galax 就是讓大家點一點餐啊 然後是來吃飯 然後我們就會真的呃 是會準備一些小禮物啦這樣子 對對對不是大禮物啊小禮物啊 然後大家一起聊聊天 難得一年嘛 這所以呃我我我去找 對我我找好的時候我會給大家時間 然後也PO出來幾次這樣子 然後夜跑的人說不然就在口湖休息區 呵呵呵呵 靠北口湖休息區會 會不會蠻奇怪的嗎 我現在想 口湖休息區聚會 呃 呃 感覺一般聚是沒什麼啦 但是假如要在那邊 還要玩一些什麼小抽獎啊 什麼感覺可能會被人趕走吧 呵呵呵呵呵呵 別理商店吃到飽到北啊 呵呵 東京聖講大安啊什麼大安 什麼大安 你大安不在台北嗎 呵呵呵呵 什麼什麼大安 什麼大安 新開的大安休息一下 摸啦摸啦 幹不要了 沒有因為我我意思是說 大家不是只吃飯 就是有也會準備一些東西啊 一些小禮物什麼的 就是給大家這樣子啊 然後呃 所以我們這樣等於說有點像 呃活動性質啊 可能會大家聊天啊這樣 呃因為那種 呃沒有包場的話 就是可能會被驅趕 人家就覺得哎呀你噪音太吵了這樣 所以我我我會說想要找一個場地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在那個 應該講有有主人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跟他吃飯 他也不可能趕我們嘛對不對 所以我我還是希望在那邊 六一線下方啊 六一六一線下方 呵呵呵我知道 我當然是在便利商店的半夜 還有七七品八折 靠杯啊 呵呵是怎樣 乞丐行是不是 然後每個人進 我跟你講每個人進去搶八成就搶光了 靠 呵呵呵呵 所以我我會找一找 我跟你講我還是會找一找啦 對對對 呵呵呵 一比計畫通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呵呵呵 沒有啦沒有啦 欸一年才去欸 我跟你講一年才聚這一次欸 不是每個月聚欸 呵呵我搞不好 明年一月聚完 下一次之後年一月聚了 我都乾脆每年聚一次 呵呵呵 就聚一次去去吃便利店 感覺有點蠻怪的 呵呵呵 好啦沒關係啦 嗯 應該說我其實在北部的原因是 因為比較多人會在北部啦 所以 呃 假如辦在台中 當然北中南都很方便啊 但 假如說大多數人在北部的話 過去就比較難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講 我我先不敢咬釘 因為我還在找 齁 假如我找到ok的 我覺得也行的 我就可能 就讓大家知道地點 然後有空就一起過來吧 這樣 對 基本上是這樣 呵呵呵呵 所以好啦 那 呃 基本上就這樣子啦 至少今年也會結束啦 然後 那個明年的行程 你要趕快準備排著 準備著排出去 順便小帶一個訊息 1月1號86745 有一個在那個 嗯 那個那個水牛坑 水牛坑的樂團 就是86745的那個 車主們都可以來 那那個我會去帶那個活動 所以各位教1月1號 要1月1號要騎車的就來吧 那時候他們跟我約我的時候 我還說 蛤1月1號 呵呵 誰會在1月1號大過年出來騎車 呵呵 不知道欸 但 嗯不知道 反正就覺得好玩還蠻好玩的 就就沒啥吧 對所以 呃1月1號會先去那裡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些活動 包括等等 公司有一些活動啦 這但是還沒公開 所以我這邊就先不講 但是我一樣會先拍 齁 所以大家加油 那個今年算是我這個直播算是2023年的最後一場直播了 然後 嗯 最後一場 欸 算一算我直播也已經播了兩年多了吧 兩年半欸 現在是12月嘛 兩年半四月開 好像是一二月開始播 快三年了欸 我這直播快三年了 所以其實時間真的過得非常的快 然後 呃最後這一小段就只是個人抒發啦 呵呵 對 呃我覺得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然後幾年前 的確你是沒有辦法想像到今天自己可以走到這邊 所以呃我真的得要說 雖然這句話聽起來很老氣啦 但是我真的還是要講 到今天這樣 真的是很感謝自己沒有放棄啦 因為很多時候你遇到很多困難 然後你就在那邊思考說怎麼辦 我到底要轉跑道 我還是要怎麼樣那種 但是講真騎車 你說賺錢嗎 我覺得已經有點像是那種 crazy了 對不對 已經神經的喜歡了 所以就一直在這一塊沒有離開這樣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中不斷的投入 還在不斷的努力 然後從台灣接觸到世界看到很多東西 發現越來越多東西可以學 所以我覺得這幾年下來的一個心得 就是當你定下一個目標的時候 呃就不要輕易改變 然後當然你假如都餓死了 那另當別論 但是假如你還可以的時候就堅持下來吧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 我覺得都是因為你持續堅持做下去 你才能夠做到比其他人優秀 因為你花的心思在哪裡 你的成就就在哪裡 還是這句話啦 所以假如各位 你們真的很用心在一件事情不斷付出的話 呃應該說你的認真上帝都會為你開一道門 就你的機會會不斷來 因為就是那句話 機會是給把握好的人 所以不要說覺得哎有有什麼大師來啊 有什麼來我才開始去把握 而是你先你每天都先讓自己準備好 一旦真的機會來了 你就才能夠把握得住 就像我講的嘛 這就就像之前不是本來講 Chris Burge 本來是想要來嗎 但是其實Chris Burge真的來的話 各位你想想想Chris Burge來 你不要講報名費多少啦 能夠跟他學嗎 Chris Burge一句話說 走我們開始上山 一秒鐘人不見了 什麼都學不到 所以就像我講 以前我們在滑胎 已經找到S1GP的滑胎車手來了 但是最囧的狀態就是他還問我一句話 這些人的level到哪裡 我都跟他講freshman 新手 所以他沒辦法交東西 各位付了錢 你跟著一個S1GP車手來學騎乘 只是學過彎 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後來我一開始只是開滑胎客 其實當初開滑胎客的目的是為了 只是為了要準備下一次真的S1GP車手來 然後他是能夠有機會上到更進階的 但是當然事情一直在改變對不對 所以雖然比較難有機會再讓這些等級的人來 但是誤倒誤撞下就一直這樣開課下去了 就把這些技術小媽媽交給大家 除了越野除了華泰除了等等以外 包含金卡納賽斯都是希望說在這邊的人 你們能夠有機會學到這些之後 真的不小心什麼大師來開課了 你才能夠跟著他學更多的東西 而不是只是全部跟著新手的學這樣子 我最希望的是這樣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希望 我自己也要繼續努力啦 對我自己繼續努力學到更多他們的那些方法 跟技巧跟更有效率的訓練方式 然後帶給大家就這樣 所以沒什麼直播繼續 今年的直播就此結束 我們接下來就是明年見了 所以好今晚 夜跑的人說只要老師不要累爬掉 其他都支持 感謝夜跑的人 對真的蠻累的 這是你們看我最近連FV都不太有PO 你就知道那真的是很累了 對因為那個廠商越來越多 然後就像我剛才講的那個車手跟我講說 哇教練啊我明年3月要去義大利啊 然後對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安排 大家加油 對沒什麼 結果大家加油 今天就這樣 感謝各位 2023 祝大家在跨年之前 其實可以早一天好好靜靜的坐下來 不用多給自己一個小時就好 好好去思考這2023年做了什麼 有哪些事情是做的好 有哪些事情做的不好的 然後再去慢慢思考說 有哪些事情 我是可以做的更好的 然後期待各位2024年的時候 就該更加努力 所以接下來下一次直播 我們就2024見囉 各位謝謝你們 今晚就不講太多 就此結束 拜拜 大家拜拜 哈哈哈 鸟鸟 猫咧猫咧 哎然後猫跑去休息了 好吧 啊 謝謝晚安晚安 謝謝漢武啊 對 謝謝漢武一直把我們做那個時間走 謝謝你 謝謝你啊 各位拜拜拜拜我收工咯 哎那結束在哪裡啊 這裡 ok好結束拜拜 拜拜